Akme Breakfast Club Akme其實是源自於這棟大樓以前的歷史 它以前叫做林浩小香燈 然後因為我們自己是Akme 然後我們覺得這棟大樓的歷史其實是很有趣的 所以我就把這個名字給保留 一直很希望把國外那種早午餐的氛圍帶回來 所以我們的餐點也比較是歐式 然後可以有大量的採光 然後可以在陽光旁邊吃早午餐的感覺 所以椅子的擺法也都是朝著外面 酪梨就是我們最清淡的產品 但也是它就是很經典的組合酪梨搭配芝麻椰 然後有我們自己做的油素醬 然後水果蛋跟一道螺蟻 另外一個招牌就是Akme的法式吐司 上面那一坨大家一直以為是鮮奶油 但其實是起司 搭配起來會有一點奶油兼冰淇淋的口感 好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